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记者招待会有机会的话都会和大家说一下 还有今晚会有转发的节目 所以今晚10点就会有直播 如果说到记者招待会也会说一点 但我们另外也有嘉宾会有另外一些题目说一下 以身赛是否常常有赛前记者招待会 我真的不太清楚 我稍后会查询 但现在先做了万为有四 虽然这集是万为有四 但我也有另外一件事想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 我的偶像白 粗神和蘇斯特尔赤打了个漂亮1-2 当然 他们两个在大家做球员比赛的时候 还未试过同场上阵 因为 蘇斯特尔赤来的时候 粗神已经离开了 甚至我怀疑就退休了 在做了另队 所以他们没试过同场较量,或者同场一起去踢一队球队 但是他们刚刚完美示范了一个漂亮的1-2 为什么呢? 首先,白賴仁立审说话 在go.com这个媒体接受一个访问 我记得他和SUSA在perth做了一个座谈会 我怀疑他也是在那里,先看清楚 跟着这个报道先说 因为最近很多东西我都忘记了 那就跟着这个报道先说 这位法国国家普巴尔说 应该专注在奥脱福的职业 不要理会这么多转会的东西 简单来说,叫他专心一点 不要说那么多传闻 或者说那么多不关事的东西 我估计他有什么意思 看看继续报道那里说什么 一直都是说的 因为就是说回普巴之前说过的东西 也有说过普巴经理人 有趣了,粒神就说 他很想见到普巴留下 留在曼联,虽然全民说祖云达斯和黄马也有联系 不过这样,普巴也说 普巴也说这个无需要 在我们赢了2比0帕斯江辉那场球之后 普巴也有说 我们现在不需要说关于他的将来 所以普巴也有说话 其实 好了,来到了 这里就是我之前看过的 就是这一段 粒神就说,26岁的球员 希望他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前途 不要太过受到旁边的人去骚扰他 粒神就说,他知道 球员很多时候被他们的经理人影响 甚至乎是过多的 其实他就鼓励球员应该自己决定 叫做什么?自己的命运自己决定 就不要听他们说 原来不是那个研讨会说的 就是在夜晚standard的访问的时候 不好意思 这个访问我看了几天 看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不太记得了 不好意思,但现在记得了 他就说,你可能需要一些意见 需要一些资讯 比如说,你会签到球会是怎样的? 或者你什么时候去做这个转会会好些? 这些可以问一下意见的 但是,你始终都应该主宰自己的命运 你应该告诉大家 包括你自己 你自己想的职业前途是怎样的? 在这个职业生涯里面 在足球的职业生涯里面 你想做到什么? 他就说,我觉得不是太多球员做到这件事 他们过分依赖足球经理人的意见 即是可能自己未必想到这么长远 就靠足球经理人 当然了,那些经理人当然是想球员转会 因为他们这样才能赚钱 所以他就觉得球员应该好好地想清楚 究竟自己想怎样 他甚至乎叫他们对着镜子 问一下自己 究竟你在足球的生涯里面 你想做到什么? 你究竟是不是想跳来跳去? 还是你想在一个球会那里 赢取你的锦标? 或者起码在这个球会那里 是你喜欢的球会? 苏西一茶也是跟普巴一直在谈 之前苏西一茶在记者资料会也有提过 这段就是粒审所说的 他做得我的偶像也有翻五十一年多 所以他说的东西是老实 如果有什么 例如曼联看得差 或者你觉得曼联的表现真是不错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时候 你自己反思一下 究竟你为什么喜欢曼联的? 而你喜欢曼联的原因是否还在? 如果真的你喜欢曼联 就是因为他不停赢球 现在曼联在这几年已经不再不停赢球 可能是短期内 可能是短期内 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转会 因为你喜欢的东西已经不在 所以我相信粒审也是跟球员这样说 你想清楚究竟你想怎样? 你想在一间球会做一个Clubman? 还是你想只为了追逐锦标? 或者只为了追逐锦标? 你自己想清楚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在两年前刚刚开始做万米早晨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访问了粒审 那时粒审也跟我说 他说了两个球员 我问他一个问题 当时我问他 你觉得哪些球员有机会成为我们未来曼联的队长? 他说了两个 第一个是福巴 第二个是杜安沙比 幸好两位球员仍在曼联阵中 因为他说了 当时他说普巴 他说他很有领导才能 他对曼联很有信心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我相信 就算粒审对普巴也有期望 他也觉得普巴对曼联是有情感 所以究竟是怎样? 我们当然不知道 但是 为什么我说他和苏斯一起打过1-2 之后 苏斯一起谈谈了领导 领导 领导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 他在曼联当时踢了13年 他在一个box to box中场 赢了8个錦标 我们第一次赢英超锦标 也是一个队长之一 其实当时他好像不知是否正式队长 因为当时他已经差不多退休了 但他也是叫做队长 一起去捧你英超的奖杯 苏斯一查就说 曼联现在就是正正需要 一个像粒审的人去带领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的水平 曼联现在一直在中场不够人 当然是曼联中场的主要人物 费兰尼离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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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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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轻人可以上来帮助这个问题 苏西齐说 我们需要赢回我们以前经常赢的状态 同时我们也在建立我们新的球队 我们有新的职员进来,包括教练 我相信这个球会和这个项目 作为这个球会的领导当然开心 我绝对希望可以在我们的历史上做到些事情 因为也知道曼劣的历史非常有长 苏西齐说,我很可惜没有这个荣幸和粒绅一起踢球 但我们现在正正需要像粒绅的球员 我同时希望年轻球员可以上位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球员 我也是很信心 很快就会看到他们一些很好的情况出现 我们有些有经验,也有些正在上位 他也是那句,说到尾,我也是觉得 一定是有机会上回我们原本的情况 其实我想说,无论是粒绅好或者是苏西亚茶好 其实他们也在说一些关于中场的事情 以及我们需要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点 两位 名宿或者现在是领队 都在说要清晰知道自己 究竟想怎样 苏西亚茶说到粒绅这个人 其实粒绅这个人,我不知道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认识他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粒绅这个人呢 因为他是一个 打不死的精神 这个跟曼联很相似 但是粒绅也很清楚 他知道曼联是想怎样 所以他亦都这样用 给普巴的意见 老实说 粒绅说的不是给普巴的,其他球员也是一样的 所以 我觉得 两位说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认清自己 老实说,如果普巴 不是受这个经理人影响 自己想过 我真的要奖杯 我不管你曼联也好,黄马也好,组织也好 我不管 我就要奖杯 就可以走 真的 老实说,其实很简单 但是 无论粒绅 或者我 见到的普巴就未必是这样的普巴 我猜这个为什么我特意拿出来和大家说 就是这样 OK 另外还有一件事,刚才一开始应该要说 我忘记了说 就是我们证实了 那位受伤的 不是受伤的 病了,sorry 在伯克斯病了的职员 就是Mark Dempsey 亦证实了他已经回了曼切斯特养伤 对不是养伤 因为他病了 因为他病了 应该听闻就说太热了 他有点类似 我不知是否中暑 总之是因为太热 而逛下了 所以现在已经回了曼切斯特养伤 这也间接证明了 其实我们的操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因为教练也操练得 有点病了 OK 等我喝一口水后就继续曼迷有四的部分 回来曼迷有四的部分 这次曼迷有四有新搞作 除了我们一般来说 有YouTube留言 还有Facebook留言 还有声音留言 OK 当然把新东西 最过瘾的东西放到最后 因为新东西 到底怎样都不知道 先做一些YouTube和Facebook的留言 最后就会做 声音 因为看到很多人流声音 大家看看效果是怎样的 这次的做法和自己流言自己读 会有点不同 因为 我 我迟些会交代 我做自己流言自己读 要去录影那部手机 那部手机有点问题 所以现在做不回 不过我们 由于这次是关于一场波士 我也想一路听一路回应 所以这次的做法和自己流言自己读 有点不同 好anyway 我们之前一直做开的 YouTube留言 Youtube说句不好意思 因为我一段时间都没有做一周留言 所以顺便趁这个机会 读一些旧的留言 和回应 这条影片就是 普巴那里 所以 陈先生说普巴不走 希望他们好些 当然走就最好 Toby说大巴暴露了年龄 哈哈我也要暴露一下 因为1995年1月开始 成为万元的球迷 因为当时 老家在广州看体育新闻 第一次听到外国足球的名字 足球队的名字就是曼联 之后慢慢就更加多注意曼联 尤其是1999年的三贵王之后 这就是曼联和我之间的缘分 Toby说 Kent说好的方面 想会不会山神诈伤 提早 退出桂根战 不知道了 因为他也踢了十多分钟 Kent 根据Soucher说 应该理论上的轻伤 Jacky说 把普巴放在后备 放马特做正船 Roy说 이거永远下歌 感谢你 ready V6Syper也和大家打招她 好,繼續 這個 我有一次 連結 有一次我錄影了霧尼克事件的時候 順便 我經常說每年我都有一次 起碼反思自己為何喜歡罵亂 就是霧尼克事件那天我通常會這樣做 陳先生你也說了,完全哀想是98年開始 之前賈東拿已經有一個感覺 到98年開始,很多球員到最後15分鐘的反擊 那些鬥志驚喜,緊張刺激難以形容 到了三冠王反勝阿仙奴奇蹟奪 對不起,到了三冠王反勝阿仙奴奇蹟奪劣決賽 就被魔性迷上 但近年的球員毫無魔性,希望蘇B可以重新起步 陳先生我和你的想法都是一樣的,很希望蘇B可以幫我們重新起步 另外這條影片就是 瘋狂轉會費的專題報道,我自己發表了一些我的看法 陳先生說 標版180kg,但Bubble車是否日本版的車 這個不回答你 你想想吧,我想你知他的答案 燈比利說過億的還有Joe Felix 賓菲加轉會馬退會 這個我漏了,不好意思,因為我當時說 這個轉會槍就是赫薩特那單過億 還有一單過億,我當時說漏了 麻煩燈比利補充 高文就說好像比以前小聲一點,這個因為我當時在車上錄 還有沒有用麥克風的,所以的確比平時小聲一點 等一下 按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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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弄錯了 等等等等 Ronald欣賺剪輪анием Nasıl點在下轉的交 Nazism 接著這段影片是第一個記者會的頻 Penny說 Soul dánda非常得愁 以前幾任 backwards 好像比以前幾任 backwards 個人認為球會來說,今年的任務是 multicin 撤好中口牢 再多強受寶芭茨坷 以下 grapektion匯賣出 和 bol 不要令我失望 KW辛苦大包,多谢你 Tony Kawai 很麻烦,何时可以买酒 KK说是认同的 这条影片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他,即是说经理人的影片,Steven就叫大家帮忙给like,多谢各位 KW说如果真的不可以,就给 肥仔,即是Galala得请 Jacky说服仔是大胜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和Penny做的那一集 不,sorry,这个是多谢Winton 帮我们有些训练的事的片段 阿俊说看到Daniel James追过真的很快,1分55秒 接着继续都是经理人的 陈生就说,这个贪钱经理人在搞搞阵 这个真的不行,这个真的是 陈生说笑而已,我相信 好,继续了,接着就是大赛球员 大赛弹章的球员,伏魅郎 嘉晋说,队长可以是滴滴滴仔,当然最好留住他,第一他都算老神子 前几年表现都很好,第二 他可以好像孙伟高那样提醒后防 未找到一个中坚负责后防的时候,我觉得龙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Anson就说你好,如果中施打防中对防线有没有帮助呢 这个我们之后的节目也有提过,希望Anson已经有了答案 另外多谢威浩和Ben He 我写了白字,我最初那个伏字写错了 写了配服的伏 应该是这个站人边这个伏才对的,多谢两位 改正我的,写了白字 这个季前热身赛的拍大巴角度,这个就是一场球 Rion就说,觉得彭丽娜这个拨脚位 金场球做得不错 San就说,云比和JMS正式开季 一定正选,不要再试下放后备先,慢慢试正选 即是叫阿蘇斯一查,我想一下 难道又想未到圣诞就宣布夺冠无望吗 昌远就说,我是不是在看鬼气? 我不知为什么,昌远,不知为什么你这样问我 Anthony就说,其实我正在休几季 金场对手上一场成熙比赛已经是5月19号 多谢Anthony的资料补充 这一件事,第一,我真的不知道 第二,我觉得很奇怪 那边是冬天,而且那边的冬天,如果我没理解错,不是很冷 为什么会休几呢 很奇怪,因为以往我知道他是跟中超或日积的球贵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但不好意思,我真的错了资料,多谢Anthony的补充 Benson就说,马达对联尾,Sobie一定要给机会把达 他没理由看不到分别 www就说,James交道功课 好,继续 这个就是星期六,我和Penny做了一集,William就说 39.05秒是一个 highlight 大家可以去那条片看,这是第一部分 接着就是 拍大波角度 继续 Derek就说,James Conner,Angelo Gomez, Greenwood 钟仔,彭尼娜 Axle,麦汤,会不会是新的七小福 说真的,Derek,我当然想啦,不知 亦都希望他们真的做到事出来 Masa就说,2018,我猜也是我口快快说错了,2019说了2018,多谢你改正 Lock就说,加尔娜姐出去吸收经验 这个看样子就未必,因为暂时来说,都未有任何声器 接着就是这条片,大家怎样看这条片 Johnny就说麦加尔几肥,如果应酬 应酬广告商,说要求升 即是说,如果我们高价 如果我们高价买麦加尔,应该是 那说这件事,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结果 结果就是 正所谓就是不是真的 因为 太阳报就说 昨天 就是会去看检 大家都看到是没有看检 即是说这件事就是 太阳报老作,简单来说,或者是不准 OK 好,接着现在就去到Facebook那边 的留言了,关于那场 季前二生赛 Roy就说,劳卡古为什么连后期都没有,是不是受伤,还是即将买炒 这个就真是有点 诡异的 没说的 我记忆,他之前和马仔有点受伤,所以就没有 没跟大队训练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受伤还没康复 Hol White就做了一些诡异的表情,即是说这件事 Eric就问When,我就不太明白了,不知道是不是他问场波什么时候开呢 未来星期三都是7点开 Vivian就留了emoji Yang就说 林甲特又打前腰钟仔,希望有表现 我也留了那个,我们稍后会做那个group 声音留言的group那条link 开园就说,劳卡古因为小问题未来上阵,星期三应该可以后命 Tek Eric又留TIME,难道他真的不知道那场波什么时候 Tek Eric,这个真的有点奇怪,我不太明白两个留言 有机会告诉我,究竟做什么 然后就是说 我已经有万迷到现场了,也多谢Vinton 这些是Vinton 即场传给我的相片,关于当时的 当时的球场上的情况 也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Vinton也传到相片给我 即是说,在柏斯的场上的WiFi或者或者 那些4G是好一点的 大家都知道,如果在奥断福就经常传不到的 好,牵心就说,哇,Live很棒 再次多谢Vinton提供一些现场的片段 我说多次就今天可以声音留言 Can在这里,Can在这里,GoGo Anson就说,想问阵是442还是4231 我猜踢完之后大家都应该似是4231多些 Holeway就说想看阵子9秒飞人 亦有个正选阵容,4231 Anson就说,打右翼应该是来贵右路没问题 即是James 但他终于打左翼 他30分钟左右才转回打右 Kingson就说,连影都没有,希望不是伤 这里就说,即场有人求婚 Vinton跟我们说,我亦都预备了我本notebook 预备开球 GY就说,山寨美斯踢中路 William就说马斯正前 William就整件马仔出来打气 Kingson就说,James也是偏右边 William就说 Perf No.88,对曼联特别怵 因为他之前打了利斯 天心就说,我觉得DL今天不一样 半场0比0,已经去到阿辉 Jason就说 看不到全摺有明显改善 以前去到Final Third,很多全失误 同意的 Anson就说,对球不可以,不会破密集 Derek就说 Dean have a chance to 看不到,搞成了什么 牵心说,其实DL 其实DL是不是 觉得好像去年自己打了右边 很多球都不会 传上右边 暂时都是集中阻路,起码换场改善 这个我也同意 Anson就说,没有保巴,没有马达,没有人能控制球 赤娃就说出马达,踢连架个位,起码换场 赤娃就说 肺巴好像肥了 然后就福仔入球,即是下半场,这里就下半场换了11个 Yung就说福仔入球,保巴助攻 马达队长,马达中间好了,23是否受伤 后来发觉梭尔真是受伤,但却是轻伤,但却是轻伤而已 组织都不太行 真的很需要搬路 之后就完场 我去做这个 哎呀,这里又走了,这里自己走了 就去做那个声音留言 给那么多时间我按 留言出来的,因为我刚才按好了 可能那个page自己 自己refresh了,所以我现在要慢慢按出来 所以不好意思 这个下次要留意怎么办 因为我其实之前已经按了,但它自己有refresh了,就变了 就要我慢慢 逐一个,不是一个一个,就是几个几个按出来,稍后才可以播放给大家听 下次来说,就可能要先做了声音 下次可能要先做了声音 因为呢,如果不然我都要有时间按,我刚才试了按了十几下才能按出来 我们长播就上次7点开始 上次 我6点开这个留言group 所以大家在 大家听留言group就可以听到 未开球之前 直到开球,直到完场 这是一个尝试,我们都会尝试有不同的东西 看看哪一个最好 将来这个球季就会采用 因为我已经说过几次了 今个球季我们就不会有watch along,但就尝试在这个职场讨论 做多点东西 喝口水先做,跟大家一起听 好吗 好,我也会適当地回应 Hello,Hello,Hello,大家好 大招呼啦,这里刚开始 大家好呀 对啦 各位万迷好呀 好开心呀,这些都是在自留group的朋友玩的 方兄你好呀 又过来了嘛 哈哈哈 这场呢 会不会 其实 马斯雅打前锋呢 对啊,Kent,你说得对啊 真是打前锋 这回答就不好了 因为跪倒不会退投的 那个 是前锋中的废物来的 哎呀,收到了,知道了 不能打一个前锋嘛 只是蹲下头 用那个 啊 啊 速度来爆 都没人的 阿V是很稳定的 他每一次都会讲这个评论的 福仔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昌彦兄 你好,你好昌远 昌彦兄,你好呀 大家都暂时在一个打舒服的状态 Hello,Hello,大家好,大家好 这位是新朋友来的,应该 我记得 这边看不到他的名字 这边看不到名字 这个也是一个 下次要留意做得好一点 这个看不到的 Hello,Hello,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都在打招呼 不如这样 你给多一点时间 我去找个办法 找回他们的名字 等一等 原来这边看不到的 因为有些在自己留言group 留开然的朋友 我认得他们的icon 但是有些朋友 可能是新朋友 所以这次这个尝试也好 开个新的group 自留group的朋友 也会留言 但是也 会有些新的朋友 进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也是 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OK 让我找回他们 两个的icon 究竟他们两个怎么称呼 因为这边看不到 等我留一留 这次是第一次做 所以有些 不是那么顺畅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下次会再研究一下 怎样可以做得好一点 因为 我就想可以即时回应 即时回应 啊不是 这边 傻傻的 应该在这里看 不过这里也看不完 这位这个icon 就是Alex 我看到了 再找找另一个 另外这个icon 就是 这个icon 大家看到 在帽子里 这个icon就是Taki Taki 两位你好 Taki 和Alex 好继续 Hello 这位就是Ray 接着就是 男主角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声音画面 OK没有 当时没人回答他 不过 这个乘机就讲讲 如果大家 未玩过这个留言 就这样的 你可以进去 自己留完之后 自己尝试听完 你就知道声音画面 就是 不是画面的声音 是OK的 这个小小小竅门 你自己陆续 当你留完之后 你自己听完 你就知道大约是OK的 这位置 这位呢就是 智忠 智忠兄 你讲 你说场球是否完全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他们就在自己留言群里很友善 Terry 那个 抽 抽 就是Terry 水的了 希望多些朋友 可以参与 这个讨论 全中 球也没问题 进到这里也没问题 声音画面也没问题 希望苏翠 这场可以至少入到三球 这个阿鲁 阿鲁你又有趣了 你这么说的 苏翠也没得落下场踢 怎么入三球呢 哈哈哈 尝尝二比零啦 好才我了回上去呀 我看回题目呀 原来真是不可以打字的 啊 喂Terry 你不是吧 不过可能 其实呢 我觉得Terry是帮我们说的 因为Terry没可能知道 不可以打字的 他纯粹是帮我们 批评的 我相信 这个是 语音留言 大巴说了的 如果你要留言 另外一个 另外一条link 是的 多谢智忠 在这里说的还好 语音 不用写字的嘛 打字很麻烦的 我认为Terry 搞笑 还有这个 帮我宣传一下 我觉得 是啊是啊 那边习惯了嘛 所以入到这里 打字的啦 怎么知道 幸好 先回聊一下 看回题目 没出事了 Terry 因为有经验了 乱惯了 Terry鬼魂的 Hello Hello 好 你好 这里可以即时用语音说的嘛 如果你那边留言 很麻烦的 又要 写字又行 是啊 一时这里吵嘛 不想打字 那边吧 因为Terry 可能出去看播会比较吵的 如果你想打字 那边就去那边 这边是语音的 打字那边就是 Facebook那边 即即场讨论post 那个post那边 Hello Hello 为什么 为什么说话 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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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啊 我们听到你啊 Ray Ray兄 不卖位了 霸定个漂亮位 美美好像进来了 小姐进来了 是啊 看见美美也进来了 洛卿也进来了 祝杰卿好像今天没有店铺 师兄这里 公仔有犯规的 这里只是语音的 是的 有些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这里真的记住了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想给like一些留言 但是尽量都不好 因为尽量保持着语音留言 就最理想的 在这个即场讨论 这个声音区域那里 不过不要紧 尤其是我这个方法 也好一点 这位朋友是哪位呢 让我看看 因为除了他们 经常都有 刘开然的朋友 也有一些 新朋友进来 所以都是 欢迎你们的 希望大家都 玩得开心 这个真是一个问题 出不了大家的名字 真是不好意思 就是出了一个icon 让我又尝试找一下 这个 我也要认个icon 始终大家留得然在这里 希望大家都知道 是哪位 这个6点39分 应该差不多 6点39分 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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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Jason 这个是Jason 这位 这个icon 是Jason 继续 阿Lock 入球 首名入球 就是 这个 打我 对啊 这里不要打字 没有字 全部都是语音的 谢谢 谢谢各位提醒 还有他们在玩游戏 开始 不是赌博 是想看谁先进入球 大乐智 好像来 马联这么久 都没进过球 入球助攻都还是零的 今天零的突破 都希望结果就是没做到下场 首名入球的服务 干什么呀 顾山又退出群组的 好紧张啊 这位就是 BMA 好紧张啊 好紧张啊 今天好生气啊 抢不到特咖啡啊 看不到大巴黎啊 好不开心啊 看回长波开心一下 这个就是 Lukas 这里呢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 说了话呢 他要跳出去 这个就 不知道呢 应该是一样的 出场阵容啊 哎呀福仔后备啊 你不是打算上半场没波进吗 哎呀 真是中了 真是说中了 哎呀我还违家途中 美美你说这边还是那边 那边我不见了 这边他刚刚进来 这个群组有些问题 讲话 即是录音 传出去有些问题 嗯 但我们又听到你 这个奇怪 因为 暂时又见大家都OK的 不知道为什么呢 回家啊 怎么办呢 这位就是 我想大家都听到他的声音了 我们的 万迷早晨的 古天鹿 Ryan 我想是因为 人多 同时间一起留言呢 可能会 撞撞地 可能 也有说 就是后会所说的问题 可能是呀 好耶 博仔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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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是messenger的问题 不是 不是那个 什么的问题 呃 不是群组的问题 是messenger的问题 博仔 博仔 用Apps看的 没问题 又错误 又出现错误 好 再来一次 这条答了 博仔 用Apps看的 没问题 博仔 官方Apps 又能直播 博仔 不是哦 我很清楚哦 你们每个人说话 我都很清楚哦 博仔 入球先啦 我说 对呀 博仔后备呀 罗味道正算 一定是古罗味道 好吗 哈哈 阿鲁玩东西 我说话 你们听不听到呀 手名应该是钟仔啦 博老命 好 这个是Tekky呀 好清晰呀 美美 用iPhone 好像没问题 流不了言 咦 但是你又流了 Hurray 一时得一时不得 啊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下次好一点啦 希望下次好一点 不过这样 好像那个weekend呢 Facebook 都有些问题 可能我怀疑 都可以啦 希望下次好一点啦 家里的70寸 在Now里有得看 跟Apps差很远 哈哈哈哈 古生好叶 我不是iPhone的哦 我是三宿的哦 哈佬哈佬 多人留言 所以他承受不了 因为我见 只剩了一点 的时候就留到的 我家里的一个只有17寸 我家里的一个人 真的好搞笑 为了看晚链 没所谓啦 莫说手机只有那几寸 只剩两寸都要看啦 哈哈哈哈哈哈 好厉害啊 这个 这个icon呢 就要看一下了 夏里拉波三 看看 这个icon呢 哎呀 价钱也要想想办法先 不可以这样 哎呀 哎呀 这个找不到钱哦 这个 play了先 play了先再找 我们睡醒啦 Hello Hello 准备看球 好 这个待会再找 这个找不到哪位 师兄 入 入了啦 现在 六 睡睡 等一下 找一下 找一下 能不能找到icon 先 应该是 上下的 可以 继续play着先 我iPhone是有问题呀 有问题呀 流是流到完的 有时会难的 传不到出去 谢谢 罗师兄 当然等了整个 整个 几月 差不多 哇 真是 颈都长了 云比沙卡 没有正选的 下场对 17号对 死的 烈斯 这个不是 帕斯光辉的主场来的 不是呀 我们在那里踢的 下个 我穿新 波衫 匠师拍到安沙比 好期待 马仔打前锋 终于又破体啦 重点留意 马思 還有踢正前 杜安沙比表現 還有Daniel James 踢成怎樣 還有達洛仔和雲地沙卡爭位 會不會更加努力 我也很期待 看看James的表現如何 James 看得很好 好像組織了 比之前好 還是這隊球比較差 好像有夾過一下 楊格交給James 落底已經 比直線好像都兩三球 都有點像 覺得那個場怪怪的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場好像之前 平時是用來踢那些 什麼未識足球 還是什麼的 是澳洲式籃球 是澳洲式籃球 我看到楊格好像踢踢踢 中斯 又玩東西 差點又糟糕 楊格的表現都很搶眼 轉邊 斬波 還有 交直線都很到位 好像說 普巴和滴滴仔 他們那班 就下半場才出 上半場一批人 下半場一批人 這樣出 啊 James那些速度 都真的很厲害 完全沒有買錯 我覺得 對 對 他們的隊友比球 太敏碎了 如果比好一點 比距離 比他爆一下 都好一點 我覺得 打落仔 在右邊 插一下花 再爆下去 出球 那東西 很有功架 杜安沙比 好像都留得過 就是 看他防守 都沒有什麼動作 就是腳長 出腳 他錶的球 都準 真的 OK 看下去 好難的 對手一定跟得很貼的 不過 他只是靠速度 短距離 都爆贏人 唉 很興奮 這些對手都爆不贏 這樣就真是大件事 鍾仔感覺上 差一點 跟 Daniel James比 右邊都是 有一點癱瘓 都不是的 可能技術沒有那麼好 但是速度 也不一定輸 不過 現在這樣看 就明顯是輸了 速度 以Daniel James 好像卸佛球 都有一手 好像都有兩三球 不過 不知道為什麼 射佛球的 楊格 楊格 十八分鐘 就已經喘氣了 還打算楊格那球 入到 但他都寫得好像OK 是不是 我不懂看 不過我覺得好像OK 中仔 落場 很一般 見他幾下 全球都不行 很容易被人拍 而且自己帶球都會脫 接受 這球明明 不過如果你 跟阿朗隊 跟阿朗隊 馬達比 差得遠 如果阿朗隊長 跟馬達的佛球 是 他 勁度就一般 不過他那球是 直 直飛 這個 右上角 死角 差一點點 我現在 踢得最好是 Danny James 和楊格 消失了的 就是 馬斯亞 和 連加特 現在 澳洲那隊 基本上都五個後 在後面不動 即是 破密閘 連加特 好像消失了 和馬斯亞都是 前面我覺得 最 最積極的是 James 其他都很被動 都 積極性 不夠 我覺得 馬上去印回 James 衣服 明明你可以印 韋豪的名字 可以不印James 只印James 號碼都可以 楊格 應該一早打回左邊 還有 不要用到他那麼順 有足夠休息 楊格 表現我都很好 我為什麼要印韋豪的名字上去 韋豪肯信給我 沒有所謂 韋豪、James 兩個名字印上去 不是 連加特都 保持著 勤力的 但是 有一個 安祖師 我覺得 他好像 他鬥些位 那些 好像真的有些 進步的不同 要再 看看他 我覺得 好像暫時看幾好 鬥些位 蛤?你是他的Friends嗎? 這裡每個師兄都是我的Fans 忍不到那麼多個 要你們留意一下 杜安沙比 交完球 他走位去接應 是明顯 跟中斯很大對比的 就是他交完球 會馬上跑回空位去等接應 按這個陣來看 是不是以後連加特會打中了? 好 差一點點入兩碼試試 氣死 嘩 整隊球 真的 暫時我覺得可以 給八、九分 我覺得 真的很OK 只是隊友 不行 我看 連加特的發展方向 可能 要偏向 像 朴智星 那些 在攻中的位置 防死 派路 那些 不斷 不斷偷球 偷了防中的球 之後 看 怎樣再派 他做不到 傳統十號位 交直線 給前鋒 看 看 如何使用 蘇斯特炒 連加特這腳都射得不錯 龍門 托到一下 我覺得他們都 比之前好 起碼有些組織 踢得好 都正常 歐洲那隊球 都沒有攻勢 就是 你按著別人來打 因為現在 看看怎樣破密閘 可能 軟射 入球 機會大 只要這樣看 現在來說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連加特不是翼 你擺他在翼 他一來 可能他不適應 不喜歡 但是 我覺得他真的偏中路 就好些 這場球看起來 又勤力 其實很難定位 這個球員 真的不懂得說 連加特不是 擺在哪裏的問題 是他自己能力的問題 不擺他的中路 是因為他中路出球 真的很不穩定 而且很容易扭球 連加特是喜歡踢邊 就踢邊 沒有指定位置 他喜歡 走中 又可以走 走左邊 又可以走 又可以的 那這個是類似教練問題 你教練沒有 給到真正 叫他去哪個位 其實 我覺得 杜安沙比真的進步了 杜安沙比很明顯 所以是要給他一個機會 我覺得他比Fill Jones好多 之前有些師兄 就說他身形不夠漂亮 不夠高大 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 有少少影響 不過他不是太矮都可以 嘩 Bang師兄 你不是啊 拿中司跟他比 中司那些 落場不糟糕都偷笑的 不是 我是拿一個年齡 跟他比 按照現在來看 我覺得杜安沙比 那些分球 接應那些是好很多的 但是就沒看到 他真的 跟中方拍在一起 頂頭罪的會怎樣 杜安沙比 處理那些球 感覺上安心 過中司很多 中司始終都是 很粗 真的 他兩個 一個21歲 一個28歲 大哥 那麼中司也不算很老 28歲 始終都是沒有右老 看看 把Dollard推上去 還是 Daniel Jin 放右邊 要不然 上季沒什麼分別 是能力的問題 不是年齡的問題 這件事 現在見James好像移去右邊 他好像跟阿忠仔換了位 我又不明白 他們可以自己拿主意換位嗎 不是要聽教練安排嗎 是的 他們現在正在試 其實 阿忠仔被人撞到 彈起來 整個人真是 誇張到 阿忠司和佩里拉 是不是 結拜了做兄弟 兩個 做同一個髮型 兩個換了位 一定是教練安排的 對阿明明 有時可能教練一早說定 或者你在幾多分鐘之後 就換位 或者臨時換位 這些是戰術安排來的 不答 這場很明顯是練邊路 兩個邊路出球 破蜜集 但問題是 大家比較不熟 好生 所以出不了 鬼錢醫生第一場 就是這樣 其實我都不需要太刻意 扭進禁區 嘩 中司很厲害 中司 多怕中司被人爆開 那都沒有12萬 有沒有搞錯啊 不是啊 那些友誼賽的球證 尺度很鬆 我覺得 打架 都沒事 其實無可否認 連加特真是一個很勤力的球員 我不知道 我一直都不覺得他很差 始終我覺得是為自影響球員發揮 其實看了這麼久 都沒有留意到連加特 踢了 來到這裡 我看到時間上 大概打完上半場了 都很精彩 所以 剛才之前 就是 開球之前 跟著 現在這一段 剛剛上半場完場 看看大家半場有什麼評論 連加特是他的能力 導致放不到 他在中間派牌的位置 比這個直線都挺漂亮 連加特 但連加特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他是清分裏面的大路 那你不可能 飛躂了大路 那下面的帆子那怎麼辦 那 Ben 這個要一張王牌 因為 我近不久一點 一張王牌 Ben 已經 在我的手機那裡 已經下載了MMU TV 但是 是用 我的 這部 Vero 手機 裡面 找到的 MU TV apps 你看到這對萬聯的打法 和摩連路時機的差很遠 因為連加特根本就不是一個派牌的球員 來的 他本身都不是這類型 所以我就說 就是 他的定位很難定 所以 我不是說 他是能力決定 很難放 不知道放他在哪裏 其實 鍾仔 基本上有兩三個去招呼他 是啊 唱願很興奮 因為 因為 鍾仔 他肯定 他肯定 肯定 掉眼波 唉 中斯 真是 老老實實 但是 連加特 如果不是萬聯青分 其實 一早應該賣走 連加特 只是勤力 大波抵差 沒什麼天分 唉 A隊 進不到球 希望 B隊進到球 喂 中斯體力 真是不行 打這樣的比賽 就喘氣了 前半場整體發揮 最好是 James 第二 Donsabi 第三 諾美佬 中斯 好像 方塞塞 真的 不知道想怎樣 都無可否認 他 連加特 這個球員 可能是 中型班 那些 球隊 就 正選 就對了 那些 大些 球隊 真的沒有什麼位置 正常 阿羊隊長 又是 這樣的 毛病 如果正式比賽 對手 強些的話 那個球 反擊 都應該輸了 自己 在對方 對手 對方 禁區 邊 橫傳出來 給對手 如果對手 弱 對手 對手 強些的話 球隊已經輸了 反擊 你說他勤力 其實我其實不太認同 新重 季初 沒辦法 背著這麼重 綁 尤其是 奇怪 你要在萬聯 這麼大球會 立足 你必須 off pitch 你要練一兩道 散手出來 突然什麼鬼都沒有 其實 馬仔的把握力 依然 沒有什麼進展 馬仔的扭球 不行 比賽一開始 前段時間 Diams在左路 有些中央球 在小禁區 位置 那些球 我都可以 不過我 真的練一下 默契未夠 真的沒什麼人去拍 這個攻擊方式 我都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他不夠信心 還是什麼 但是 好像 單對單 都不是這麼輕易過 是啊 如果 這麼密集的時候 馬仔也是 去回大禁區 訂全球 看看有沒有人 去做1-2 殺入去 他都 不習慣中鋒那些 看看那些 怎麼轉身 拆入那些 不過這個很難說 因為 第一場熱身賽 我很明顯覺得 大家的配合都很不熟 就是 蘇莎的意圖 其實我很明顯看到 但是 大家做不到出來 沒有馬達 沒有普巴 沒有人懂得控制球 沒有 不懂得破密集 很差 你很明顯看到 十二碼堂中間 有人的話 哪路 那個人 是 躲在頭向前衝 這個以前 摩連奴 是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但是我覺得 忠師那麼長 我不知道可能對手 如果 他今天 防守的意識 或者 表演好快一點 可能開櫃吧 這個陣 就可以看到 沒有普巴 在中間 是什麼 環境 其實 都不能說 他們破不到密集 我只覺得 破密集 是一回事 但是 我覺得對手 某程度上 是在拍大巴 這場 明顯的作用 就是 為了練習 怎樣對付 拍大巴 不是明顯 是 英超 中下有球隊 都在拍大巴 嗎 我覺得 佩雷拉 真的不行 非常不行 他搭 馬迪打中場 真是 很不行 真是 接下來 之後 那幾場 都不要用他們兩個 現在 開始評論 可以不可以 只是第一場熱身賽 你都沒有理由 期望熱身賽 他會出傳力 我覺得馬斯亞 沒有那些 保持球 轉身的能力 他也是 喜歡 面對著龍門 之後 找人做一個 1-2 要是自己爆入 這樣的方式 你沒有一個 中間派牌的人 都是差很遠 如果有普巴 在中場 你可以想像到 他 要不就選軟射 要不就他喜歡的方式 就把球放進去 但是 你都要前鋒 交叉位 看看如何 騙空間 回來 但是做不到排牌 他一尾想自己進去 現在不是等著 搬盧費難迪斯嗎 這陣子 是 這陣子 只想簽 麥加亞 集中火力 簽麥加亞 再 處理 搬盧 這宗案 事實證明了 一定要出普巴 或者馬達 其他一個 扔著他們 這個組合的中場 是不行的 現在上滿場的陣子 就證明了 沒有了普巴 沒有了馬達 是什麼情況 那如果阿孫下季 是有 搬到菲拿迪斯 和馬達 其實可以 可以 中間排牌 我懷念 虛里拉 虛里拉 虛里拉幾好 上滿場 活力夠 很多小朋友 不過 發揮不了 應有的作用 沒有一個排牌 其實賣紫白俠的中間米高連 是不錯的 有用波能力 比麥加亞 唉 球會方針 沒辦法 控制不到 昨晚又說 傳說想針 迪亞斯 都不知道想搞什麼 對波 今天沒有人排牌 控制力很弱 麥加亞是正常水平 晚年這班人是沒有水平 還未去到雲迪 即刻 那隻 看一下下半場的陣容 就知道什麼對比 或者沒有分別 或者更好 或者更差 還有我覺得 應該要有 俗用 倒安斯比 可以看一下雲迪沙卡 OK 看他踢了對二次 才見真章 我想下半場應該會出普巴去控制中場 我覺得馬迪真是窄窄的 你留意一下 他真的有足夠空間給他 他分邊都還可以 但是交一些稍微醫院的球 給他 我覺得他始終是猛得很厲害 還有 就算他有時候不打球 他的位置應該是要指揮球員走動 還有指揮球員去向 你留意一下 他是沒有什麼指揮的 真的手都不動 真的在那邊看著 我又不覺得彭麗娜很差 我覺得他鬥個位 搏腳 搏著個中場位 我都OK 或者下半場其實把彭麗娜 放到正中場的位 然後收起馬迪 嘩 整隊都換了 真棒 Greenwood 高美斯 蜜湯 馬達 然後 史摩寧 Greenwood 雲比沙卡 樂河 嘩 很多個都出來了 真棒 還有布巴 還有福仔 敗利 新賽真的不能夠作準 其實就是看陣怎麼變 還有意識是怎麼來的 現在才是棄浴 各位 做隊長 都是比較關心右腦的問題 看看Greenwood打右腦可不可以 彭麗娜打防中 我覺得他身體對抗較少 這件事 都看到的 我覺得這件事 都不會說 很突然之間 改善 真的要慢慢來 其實 很想知道 如果最後沒有人 出得起駕馬 撲巴 那他被迫留在萬聯 那究竟會怎樣呢 他會怎樣想呢 這件事 彭麗娜 又不是防中 這件事 是中場中球員 即是走上走落 搏一下腳 鬥著位置搏一下腳 這樣 咦 那個keeper Henderson 確定借回去 射菲利尼 和迪基亞張藥 是現在簽了藥 還是怎樣 Henderson 確定借 和迪基亞張藥 還在談 傳聞迪基亞張藥 是很快會簽 然後 Henderson 會外借 26號是誰 是Mason Green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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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預感呢 下半場可能會 踢得差過上半場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了Mason Greenwood 在中間 在中間的創造 好回很多 其實未被MH 是Mason Greenwood 是Mason Greenwood 是Mason Greenwood 始終是第一場 那些人走位 是差一點 哇 最有機會這一球 哎呀 這樣也出不來 現在重新適應 Show Shot 你很難說 第一場 會打到什麼 馬達這個位 馬達這個位 馬達這個位置 其實是OK 是對的 其實 真的不能夠再把它放在邊路 嘩 入球了 入球了 下半場是明顯 有人可以交到球 給兩邊的 所以中間就 開始空了 宋美斯在 左邊搶得好 行 個個說 福仔不懂射球 這球球 轉身擺 遠處網仔 算是這樣的吧 誰說福仔不懂射球 是不是阿V 古先生很小聲呀 福仔的射球觸角 怎樣都好過馬仔 上半場差點馬仔入球 如果他射遠處 可能已經入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蘇西已經準備著 如果按他這個陣 我看他走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蘇西已經準備著 路卡古走的 如果按他這個陣 馬仔不會再打邊路了 會打中路 如果馬達 如果馬達 打回攻中 右路加一件 可以落底的 馬達推到中間 交回直線 入中間 右路應該都 應該都可以打回 可以打回生 但是馬達不可以支持到90分鐘 如果他贏了球 七十多分鐘 可以換他 出來找另一個看 他就好些 當然是贏了球 贏了幾球 如果贏了1比0 換另一個進來 就差一點 差點殺錯良民 差點殺錯良民 蓮加特打攻中和馬達 都真的有個分別 蓮加特是跑得多 不過他的跑位 又不是幫隊友拉開一些位 主要都是他飆球 蓮加特他又不是說 跑出一些空位 去自己 涉入 又少 又不是說 跑位多 去幫隊友拉開空間 馬達呢 是可以打到90分鐘的 問題就是 那個位置 你不可以讓他 放邊路去 放球 他現在中路 他站定在這裡 派牌 是沒問題的 其實就是 那個陣 你怎麼調整的問題 馬達的問題 兩個不同類型 不過 真的不要放右翼 放攻中 兩個都各有用處 如果你打反擊 有蓮加特在攻中 是好過馬達的 但是如果你 破密閘 就馬達 兩個輪著用 所以 放他們 在適當的環境 各自都有用途 我看見萬聯這班 年輕人這麼相表現 我真是很難 不 即是很難說 新賽季不給他們一個 提報機會 你看看 Gomez的鬥心是幾強 你看得到 其實 雲比沙家 其實去年 對水晶宮 那場 我對他的印象 已經很開心 我記得 那場的威脅性 比沙夏 雲比沙家 本身 是 逆風出生 那 正常 他在哪路 谷上有威脅 也不奇怪 一些都 看不看到 Greenwood 和Gomez 換鬼都位 跟上半場一樣 雲比沙家 爆落底 快腳 扮出來 小禁區 還有 達洛仔 看定 中路 出球 是兩個類型 各有威脅 但是 還是沒有人在中路 標 可能 他 真的要再 再夾一下 按照 蘇斯克 這個陣 邊路人員 夠 然後 馬仔 甚至 山齊士 打中鋒 那 路卡古 似乎是很接近 買出的 你們沒有發現 萬聯 出現問題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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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到剛才那裡 要需要少少時間 哎呀 今次就看看 現在去到五十 哎呀 剛才剛剛按錯了 先看看這個到沒有 普拜 現在在說一千八百萬 哎 一億八千萬 哎呀 我有些估計 他 應該八點幾 剛才都是 那裡 剛才到 Ben 我記得那場 他威脅性更大 那裡 是很在 應該找得 看到 Greenwood 和 Gomez 換鬼到位了 和上半場一樣 快腳 扮出來 小禁 你們沒有發現 萬聯 鬼前賽 整個 Marketing Campaign 都抽走了 路卡古 但是 都是沒有人在中路上 錶 就是可能 他 不好意思 剛才打一個意外地 按錯 那繼續 嘩 那舊事重提了 買了路卡古 那是不是 換回賓賓 呢 我其實沒看過賓耶達打 所以我不能夠評論 我怕不想買他 其實 賓耶達 都是 接近公中 和翼 那 萬聯真的沒有了 那些中鋒 那 我寧願去 買個老少少的中鋒 回來打後備 那些 那些 文迪蘇傑 那些三十多歲 那些 打後備 反正你現在這麼多年輕人 在這裡爭位 你又買回公中 或者翼 那些 很多相同類型的人 但是我覺得 萬聯攻擊線是救人 現在問題 不是在前場上 對的 我不覺得是應該 再買一些 當打的中鋒 因為 你沒有什麼 可以放在他 Bench上 就是類似於你以前 後備有個孫寧涵 那樣 其實要 對的 問題是 防中 和中 中 硬度 不夠 尼克里拉 其實也不算很防守型 不過他 真的 不怕 身體對抗 已經對我們 這麼大幫助 就是 如果公中 Buno買回來的 都 除非你買普巴 如果不是 都 不是這麼大幫助 普巴 現在說 1,8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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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些 估計 他不一定 走得到 我真的覺得 他 走不了 一來王馬 就 說要賣了 五個人 才可以 公平 不知什麼條例 才賣到他 以來 祖雲達斯 不需要他 人家免費 簽了 藍絲 拉比奧特 都很大機會 過了 他中場都夠人 為何還要 他都不是他的風格 用大錢去買人 祖雲達斯 對不對 他都沒有什麼 哪隊可以買到他 盧卡古不是真的分期 賣給他 老實實 如果不買房中的話 那你真的可能要靠 麥湯姆尼 我覺得 熱刺買了那個 尼當比利 真的很適合 但是 他又不出手 就是不知為何 盧卡古的速率 如果是蘇斯卡神 這個陣 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Jans Ganna 一上場 就入球了 Jans Ganna 又是打防守 評述員是這樣說的 暫時都沒有人可以過到 運比薩家 這傢伙 當然是下一個卡里克 來的 比薩家 買得來 是絕對值的 James Ganna 應該都不錯的 不過 髮型出事 髮型有些問題 就是下一個應該很難踢正選 所謂的 外國防守 是幾年都不能夠 掌握的 基本上是被人禁制 來砌 白型 這些時裝 連家特罪有研究 是否梭爾又傷了? 拉了蜜湯女打中堅 換了奸奈蟹才來 駱鶴去了左閘位 如果再有人傷 迪基亞都要出來踢 可能不是踢龍門的 可能踢其他位都幾型 有進步了 懂得推偷 去夢人 歡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Teky真的說得好 歡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剛剛完成了我們第一次 用自己留言自己讀的方式 大家可以聲音留言長波 我覺得效果挺好的 尤其是聽到很多不同的意見 大家都理性地討論 亦出了一張王牌 大家記得留意 如果有聲音留言的話 因為文字留言我會幫你 但聲音留言不能填 不過都是報心事實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這樣 嘗試過聲音留言之後 希望大家無論有參與聲音留言的朋友 或者剛才一起聽的朋友 看看有什麼意見可以給到 如果技術上做到我們盡量去做 例如剛才我聽到有些朋友 比較大聲 有些朋友比較小聲 這應該比較難去調節 因為其中一個原因是 其中一個原因是 留言那位朋友的手機 麥克風的大小聲 這比較難調節 看看有沒有辦法 但這應該比較困難 其他有什麼意見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自己說真的 對於無論是傳統的文字留言 或者聲音留言 我覺得都不錯 我在這裡一直和大家聽的時候 都聽得OK 雖然偶爾有大小聲 但我自己也能接受到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除了這件事 有沒有其他意見呢 希望各位留個言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今晚十點轉 再見大家 拜拜 再見